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丹麦的胡浩同修与我们分享 修习心灵法门之后 原本怀才不遇的胡同修 今年接连获得欧盟和丹麦两个科学大奖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拿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龙天护法 感恩恩师卢君洪台长 各位佛友同修们大家好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自己作为一名科学研究人员 在学佛过程中的感悟和体会 如果分享中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拿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原谅 请护法神菩萨原谅 我目前在欧洲一所顶尖的理工科大学 任高级研究员 并指导博士和博士后 从事前沿的科学研究 在2011年 我有幸参加了卢台长的丹麦法会 并十分幸运地抽到了看图腾的号码 当时台长不仅非常神准地指出 我身体上的一些问题 还提到我在工作上怀才不遇 是因为福德不够 并开示我要多做功德 不过我当时并未加以重视 虽然开始念经但不经济 有些相信但又不深信 甚至以科研人员的共高我慢 都没有想过要拜师 以至于那时候 虽然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 但正如台长所说的 怀才不遇 总感觉才华没有得到完全的施展 直到近两年拜师后 我才真正地按照台长开示的那样 一方面每天抽出几个小时的时间念经 另一方面积极弘扬佛法 广度有缘 并积极助援台长师父的法会 就这样虽然在工作上 投入的时间相对以前减少很多 但在不知不觉中 科研上越来越顺利 并在最近的几个月内 接连获得欧盟和丹麦 颁发的两项科学研究大奖 其中欧盟的奖项 在我的科研领域内 全欧盟只有我所带领的科研团队 获此殊荣 作为一名中国人 这在我所工作的大学也是很不寻常的 通过亲身经历 我真正领悟到 只有学佛才能改变命运 否则即使自身再有才华 由于业障阻碍也难以施展 并且我对才能和福德 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才能好比一艘船 而福德就像是水 如果仅仅拥有才能 而福德不够 就如同一艘大船 在很浅的水中 无法浮起来一样 只有水足够深 也就是积累足够多的福德 才能的这艘大船 才会扬帆出海 遨游天下 而积累福德 则是要通过平时 一点一滴的念经 许愿放生 以及多做功德来实现 在我学佛的这几年中 也有家人朋友不理解 为什么一个在著名大学里 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学者 成为了虔诚的佛弟子呢 在这里 我想引用前中科大校长 中科院院士 朱晴石教授的一句话 他说 科学家千辛万苦 爬到山顶时 佛学大师 已经在此久后多时了 事实上正是如此 佛陀在公元前五百年就说 水中有八万四千虫 而直到两千多年后的十七世纪 荷兰生物学家列文虎克 采用他发明的显微镜 观察到微生物的存在 证实了佛陀所说 此外 佛陀还曾描述 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形状 如同鞍摩罗果 一种椭圆形的果子 直到十六世纪 葡萄牙探险家麦哲伦 才完成了世界上首次环球航行 证实了地球是圆形的 可以说 佛教的很多观点 都是源源领先于科学的 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说 如果世界上有一种宗教 能够解答科学提出的疑问 这宗教一定是佛教 二十世纪初 量子力学的出现 使得人类对世界的认知 发生了天翻覆地的变化 量子力学的一个基本理论是 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 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实体 而是表现出一种二重性 具有波动的性质 并不是固定在某一个位置 可能在这里也可能在其他的地方 有不确定的特性 这很类似于佛法上 所讲的空性的观念 也正如新经中所说的 色不亦空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可以说佛教的观念 和现代科学理论 是完全相容的 如今量子力学的理论 已经被大量科学实验所证实 科学上通常是先提出假设 然后通过实验证实 这也与佛法是相通的 佛法的修学讲究信解行政 以信为入门 在理解佛法的道理之后 关键是要将佛教的精髓 落实在行动上 才能最终有所证悟 从这个角度来说 心灵法门正是传承了 佛陀教法的正法 正念正信的法门 一方面通过卢台长 讲解的白化佛法 使大众逐渐解得如来真实意 另一方面通过念经许愿放生 切实在行动上遵循佛陀的教诲 而不是讲学佛流于形式 才能使人最终破迷开悟 离苦得乐 可以说 心灵法门的出现 不仅引领了很多中青年人 高学历人士 以及各行业精英走进佛门 而且消除了以前 很多人对佛教的误解 不要以为烧香磕头就是佛法 佛法不是迷信 而是教育 信佛是身信因果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学佛是学习 佛菩萨的大慈大悲 以及无量无边的智慧 心灵法门 以方便妙法 接引众生 进入佛门 指导人生 改善生活 而后 通过台长的教理 使人深入学习佛法的真谛 心灵法门的宗旨 就正如卢台长所说的那样 让每个人都好 让每个家都好 让我们的国家好 让我们的社会好 这就是心灵法门 正所谓 无上甚深 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在此也真心祝愿 每一位有缘人 都能珍惜机缘 跟随观世音菩萨和台长 此行普度向西行 一世修成报佛恩 再次感恩 拿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感恩龙天护法 感恩恩师 卢君洪台长 感恩大家 请开示一下 我的身体员或者 你所什么的 发电电视头 典型的一个淮彩工具 有本事 就是没有好好地发挥 电波不定 自己要记住 不要患得患失 什么意思啊 就是得到一点东西 你也担心 失去一些东西 你也担心 心理压力太大 什么都心理压力太大 什么都记在心中 放开一点 像电脑的病毒一样 太多的担心了 担心到最后好了 电脑坏了 听得懂吗 什么都处置在电脑里 所以自己要记住 你的失业运用不够忘 这是你前世的问题 所以你今世 实业运用要好好修 你要多做功德 就是说要多帮助人家 比方说拿台长的数据 给人家看看 这都是帮助人家 就比方说去帮人家 再载人 有时候像王星那 不去救人的话 就被人家送出了 你载他车出去 这种都是做功德 明白了 我不管你什么样 你一定要记住 你要修福 修德 你才能得到功德 就是说你的事业运用好 你福德不够 对吗 你单单只有技术 但是你没有这个福 来享受 也就是说 你可以做出一份很漂亮的菜 但是你牙不好 肠胃不好 你没服气吃 听得懂吗 你菜就在你前面 也不好吃吗